早安各位观众朋友啊 今天出门可能很多人还是会选择带伞 不过这个伞不是拿来遮雨的 是拿来遮阳光的 此时此刻现在外面太阳已经非常的大 看到没有 现在包括在高雄已经有28度 横春29度 早上才6点多就已经这么热了 所以要告诉大家 其实今天的天气状况会比昨天还要再来的炎热一些 今天圈台各地的高温大概都是32到35度 特别热的地方可能是台东 因为台东其实昨天吹焚风高温一度有36.6度 而今天依旧是有这样焚风的机会 所以全台各地都是像小幻妹一样小腾腾 大家先有心里准备要穿的真的是轻薄透气舒适一点啦 再来看看地面天气图啦 其实现在是6月的还不到中旬 照理说梅雨季节还没有过 不过已经开始有这个眼下的感觉了 因为整个封面北台距离台湾非常的遥远 所以目前看起来没有任何梅雨季节的绩效 反倒是有那种这个暑假的感觉要来了 太平洋高加势力过来之后 全台各地天气稳定眼热 而且未来一个星期 目前看起来到下个星期一 全台各地都是稳定的天气形态 下雨的情况非常非常的少啊 气象局说大概就是宜兰还有各地的山区 中午过后可能偶尔有一点点雷震雨的状况 不过整体来讲下雨的情形都不明显 所以呢这个炎热的天气还会持续个起码七天 到下个星期一哦 大家要先有心理准备 最后出门之前我们就要看看天气不可不知啦 其实这个不可不知其实就是三个字啦 热热热 首先今天不是只有大台北高温35度了 台北包括桃园包括平东 在中午前后今天都有机会上看到35度的高温 所以是比昨天还要再来的眼热的 请您要注意防晒还有散热 另外就是台东了 再次提醒大家台东今天白天还是有吹粉丰的机会 而且台东在接下来的几天都有吹粉丰的机会 防中暑防农笋啦 紫外线指数过量到危险极了 全台各地都是这个火辣辣的一个状况 请大家做好防晒作施 多补充水分别中暑了 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讯息